当地时间1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前往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前对媒体表示,人工智能将影响发达经济体60%的就业岗位。 格奥尔基耶娃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天发布的有关人工智能主题的报告称,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将有60%的工作受到影响, 而整体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受到的影响分别为40%和26%。 总体来说,全球近40%的就业机会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影响。 格奥尔基耶娃补充称,虽然人工智能最初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较小, 但它可能加剧数字鸿沟和不同国家的收入差距,特别是老年工人更容易受到人工智能变革的影响。 它表示,必须重点帮助低收入国家更快地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